铜钱草到了冬天怎样养护,才能够让它安全到过冬呢?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铜钱草的每个叶片都是圆圆的,看起来特别的像铜钱,又像一个小型的荷叶 只要是有水有肥有光照,它就会长得特别的翠绿和旺盛 特别适合有光照的窗材和阳材来种植 它繁殖迅速,管理简单,既可以水培,也可以土培,也可以使用半涂半水的方法来种植 只要是找一个不露水的容器,里面放少许的土壤 再放几条冬天草的干细,再给它盖一层土,不需要太厚,仅仅是把干细盖好就可以了 然后浇少许的水,不需要太多,仅仅是保持盆土味湿润,大概一周以后就可以发芽了 当发芽以后,叶子没有长高以前,不需要加太多的水 如果是水加的太多,慢过叶片,就可能引起腐辣 当叶片长高以后,超过了盆口,就可以把水位给它加满了 在平时的养活过程中,不能缺水,光照呢,一定要充足 要是缺水的话,它的叶子就很容易发软,打粘,下垂 就算是后来给它补水了,叶片也直立起来了 但是却是长得特别的凌乱 再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季节,不管是冬天也好,夏天也好 平时的光照一定要充足 要是光照不足,它的叶片就会长得又细又高,直立性也不好 再就是叶片也没有光泽,很容易发黄 所以,最好不要长期放在没有光照的位置 最好是把它摆放在有光照的窗台,或者是阳台 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把它放在室外 如果想让它的叶片长得翠绿,油亮,挺拔 就需要尽气地给它施肥 这种冠叶性植物,可以使用苏效淡肥 盆口直径为20公分以内的花盆 每次放十几粒就可以了 大概每半个月使用一次 在每次施肥以后,最好要给它浇水,稀释一下 像这一种小一点的花盆 每次放撒到五粒就可以了 不管是什么花卉,在施肥时都要做到包肥禽湿 如果是施肥过多过量,就很容易出现烧干的情况 在施肥以后,只要是光照充足 温度又保持在15度以上 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就会长得特别的旺盛 叶片油粒发亮,看起来特别的养眼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铜钱草冬天的养护方法 铜钱草不耐5度以下的低温天气 在0度以下,它的根系就会被冻死 5度以下,它的叶片就会被冻伤 在10度以下,就会停止生长 所以,在冬天,如果温度低于10度 最好要把它放在室内 如果家里面有暖气 温度在15度以上又有光照 就可以正常的养护跟夏天一样 要是家里面的温度达到了 但是没有光照,就需要把里面的水位给它排空 仅仅是保持让盆土微微的湿润 不会被干死就可以了 要是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浇水过多过勤,就很容易引起它的根系浮辣 在冬天,只要是保证它的根系 不受冻,不干旱,不浮辣 到了明亮的春天,就可以重新发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